华为手机真的是很讨厌你知道吗 这吃相太难看 你作为一个这种整形民主企业的这么一个品牌 你真的吃相太难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台华为手机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个是一个刚恢复过出厂的之后的手机 我们买的全新的手机打开也是这样的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上面有精品应用热门推荐 这些东西这都啥玩意儿 大家看这些啥东西 你这要点开之后 大家看你这点一下 它就给你下载好了啊 这个东西对于大多数人 它是不会关的知道吗 当然大家有不会关的 可以评论去问我 我帮大家去关啊 大家看这都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需要这些东西了吗 你这和强迫别人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再看完这边滑 大家看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讨不讨厌 所以我非常不推荐 我们把这些手机给老年人用 老年人最好是用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不会出现这些东西 懂了吗 老年人用着天天就往手机店跑 手机要不被卡死 要不软就塞死 要不就是手机病毒 把手机整死 反正是这手机 年轻人用又还好 老年人千万别给他用 你不如给老年人整个二手苹果手机 好吧 我是非常喜欢华为的 但是这 这这这真的思想难看 这还是鸿蒙4啊 鸿蒙4 哎呀 真的掉前眼里了 来给你看一下 它的应用商店啊 应用商店更加的讨厌 好 应用市场 我们点开应用市场 应用市场 你看一下 看一打开就是这 这对于一个老年人直接点安装 安装了些乱七八糟 这什么玩意儿对他来说有用吗 你觉得有用吗 好 那占卜安装 好 我们进来了啊 我们大多数下载的时候 要点这个应用榜 是吧 就是下载我们常下的一些东西 你看你看 它这榜单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大家看这榜单什么玩意儿 我们常下的有这东西吧 什么是正确的榜单呢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苹果的榜单 大家看 这才是我们经常下的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个不是说 哪个公司给你钱就把它推上来 这种真的做法有点难看 你推是可以推的 你可以推到推荐里就可以了嘛 你推荐里这收费都无可厚非 你榜单你这是榜单吗 你这不是骗人的吗 热门榜 综合榜 这综合下载榜 那这是是这样的吗 飙升榜 降薪榜 我看什么啦 这都很降薪这些软件 拿一个降薪了 来告诉我 大家真是生气 所以大家这个老年人买手机 当然不差钱的买 全新的更好 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要支持国产 所以我们年轻人买这个 国产的安卓机还是可以的 至少手机坏了 你下楼还能去找个维修 很多老年人他腿脚不便 他找个维修都找不了 给你打电话都打不了 你知道吗 不说气都不行 说了之后 估计又被扣上了大帽子 扣就扣吧 散会